昨天美国科技类股大涨 今天早上台股开盘跟着大涨超过100点 结果多少老师在跟大家邀功说 你看吧 我昨天就跟你分享台股会涨的 结果呢 台股开高 走低 收最低 最后还变成 反观昨天 全市场 只有我一个人 独家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星期台股它 不会涨 但是这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再拉炮好不好 我们再拉炮庆祝一下好不好 我们再拉个炮庆祝一下 为什么是值得庆祝的 我今天再讲一次 因为根据过去的历史 选后一个月 上涨的几率是高达100% 也就说 现在股票不涨 就是给大家一个逢低布局的好机会 等到选完一个月过后 台股全部都涨起来了 大家不就都赚钱了吗 但是不是什么股票都能买的 比如说 最近我们提醒大家要卖出的 红基 是不是持续的往下跌不停 威胜 今天要不要再创新低了 还有我叫大家 我建议大家千万五堂追的 长荣 今天跌下来吧 所有的航运类股都跌了 那我们持续持有布局的法人核心持股 却是稳定不断向上再创新高 那不要说我这个盖牌 大家不知道 我们上星期送大家资料的是什么 2024年的三大主流包含AI能源 还有一个电动车 这礼拜我才会分享给大家 那其中AI类股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是全面性的上涨 大家可以发现 今天台股只有涨358家股票 我却可以找到的AI股 全面上涨胜率是100% 那其中还有一档 具有今天还一度工涨停 行情这么差 我还能帮大家找到工涨停的股票 你就知道我们的实力有多强 那更别提我们持续暴劳劳 坚持下去一张不卖的经历科 今天又大涨了7.7% 短短几天 涨幅已经高达25%了 所以旁边上到底还有什么股票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都是表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奥尼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昨天大家看片了所有的节目 应该就只有看到我 直接跟大家公开分享 这个礼拜台股它不会涨 然后呢 昨天晚上 美国科技列股全面性的大涨 台子旗盘后 也是大涨超过百点 哇哇哇 好多人看了我的影片 然后呢 好像在等着看我笑话 就觉得哇 老师你今天要被打脸了 结果 我会有没有被打脸 今天台股上涨了吗 今天台股有涨吗 根本没有涨嘛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不涨是好消息啊 那其实今天也很多老师在跟你分享 啊就要把握这礼拜的好买点 啊不是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昨天还有多少人跟你讲说 赶快跟着我低接布局 低接布局 今天有没有更低可以接啊 是不是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也许大家觉得我乌鸦嘴 好 我就当我乌鸦嘴 我自我惩罚好吗 我自我惩罚 我命中了 但是我还是自我惩罚一下 因为 没有人希望台股跌 其实我也是看多台股的 我这边再讲一次 我是看多台股 只是我认为这个礼拜台股它不会涨 原因很简单啊 你看星期四要CPI 然后星期六还有台湾总统大选 你说会不会有很多的投资人 会担心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今天一开高就开始卖股票 对吧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啊 那有多少老师跟你讲说今天买明天就会涨 昨天晚上还跟你讲说 你看跟着我们的脚步台股大涨了吧 你没跟到 只有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 不是大涨大赚的一周 是布局的一周 但是布局啊 也是给大家机会进场 大家应该要开心 那我希望啊 我是说错的 我也希望赶快涨起来 但是不确定因素就摆在那边嘛 好那我希望我今天自我惩罚啦 那希望我惩罚完之后 明天台股又好起来了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呢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自我惩罚不是 有脸书上 不是对 YouTube上有人帮我留言说 老师你下次自我惩罚 你可以喝苦茶 好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买一个苦茶 虽然说这有点透过去了 但大家看得出来 这叫做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的苦茶之家 我就给他喝下去 你看 这苦茶之家 然后我发现啊 我今天买来之后 我发现他真的很贴心 他还有附这个 这是什么 梅子是不是 怕你吃的 怕你吃的太苦 然后还给你一个梅子的丸子 好像在吃中药 我就来喝喝看这个 苦茶 到底有多苦 传说中的苦茶之家 百年老店 真的很苦吗 我闻起来 真的就有点苦哦 我觉得我等下吃下去要 赶快配这个 真的很苦 好 我希望台股 还有每一位投资人 都能苦尽 苦尽甘来 但是这个甘呢 你可能要吃个梅子 才会甘来 因为真的蛮苦的 但是听说吃苦茶 对身体是蛮好的 好 然后莫若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一样啦 其实他 就是 在不确定因素之前 台股难免就是会持续的震荡 那我们还是从什么 基本面技术面产业面来大家看一下 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台股这一波就是什么 V型反转 那V型反转通常会有两波 第一波已经涨完了 这是确认的 那第二波休息过后 他就会涨第二波 那第二波的休息过后 来我们先讲一下目标价 我还是会上万八 只是这一波上万八不会这么快 有可能在选后一个月 几率达成的几率会比较高 再来 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其实确实是这样 现在如果没有选举的不确定因素 还有美国那边的不确定因素 还有以哈那边的不确定因素 红海那边的不确定因素的话 我认为早就已经上万八了 因为拇指继续形态它是继续下去的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 第一波跟第二波通常会不一样 我也唱过歌了嘛 我们不一样 两个不一样 所以这一波它会比较震荡 好那这是我昨天画的图 我昨天画的图已经很清楚的交代出 现在台股的走势应该会怎么样 拇指继续形态突破之后 大盘回撤拇指继续形态的上缘 也就是支撑线有没有 这个就是支撑线 我都画出来支撑线就是这一条 没有跌破支撑线 没有跌破支撑线 你不能说它走空 它技术形态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偏多 那我们看到今天 是不是一样继续在这边震荡 那完全符合我跟大家预期啊 我就说台股会暂时在 一万七千五百点附近震荡修正 那修正等什么 KT指标收链啊 很多人都不会用KT指标 一直说KT指标没用 其实KT指标它是有用的 来 KT指标是已经到20了 我认为修正快要结束了 修正就快结束了 我觉得重点就是在星期四跟星期五 星期四跟星期五应该就是一个 蛮好的进场机会 因为星期四美国CPI公布之后 也许不好 也许不如预期会先上 然后呢星期五因为很多人会担心什么 台湾总统大选 等一下看新台币的走势 大家也看得出来 很多人开始在担心总统大选的啦 然后先撤住 好所以星期五会有很多的卖压 但这些卖压卖完了以后 会担心总统叉叉人当选的 这些人全部都卖掉了 他们卖掉之后选后 你也得接受啊 不论蓝绿白谁当选 这些只都继续过下去 经济都继续发展嘛 大家想想看 不管蓝绿白谁当选 有人希望台湾经济会不好吗 没有啊 大家都希望台湾经济好起来 所以台湾经济不会差 再加上美中啊 美中的科技战贸易战是持续的下去 各国的投资人啊 资金啊都会往台湾跑 不会往中国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股市很惨 香港股市也很惨 这就是世界的大趋势 不论是谁当选 都无法阻挡的 好所以现在就是在修正指标 等到指标开始收敛 准备有点向上交叉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又是大家 买股票的好时机 甚至是0050啊0056啊00631L 的ETF 那个时候都是不错的进场机会 好台股技术形态 多头没有改变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美股一样啊 这昨天晚上你看一根红棒吃掉之前的黑棒之后 这短线上就是要突破前高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认为短线突破的几率非常大 这个星期就是布局的一周 下个星期开始就是赚钱的一周 所以是值得庆祝的 不用那么悲伤 不要听到说台股不会涨 就哦老师你要做空了吗 我还没有做空耶 好再来看一下 新台币的部分刚刚讲到美股 美股也是偏多嘛 新台币的部分 来新台币是升值比较好 还是贬值比较好 我应该正确的讲 新台币升值对台股比较好 还是贬值 通常是升值吧 为什么 因为升值代表很多的外资在 买台币 台币才会升值 那这些外资买的台币他要干嘛 他通常都是买台股啊 就是买台股 好所以新台币如果持续升值的话 台股就会偏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教大家KT指标嘛 KT指标真的其实就够用了啦 学太多也没用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啊 KT指标其实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有KT指标你要找什么 背离跟动画 其实背离动画是在我整个 KT指标系统里头最初阶的 但其实初阶就很够大家用的 那我称他叫什么 实战金KT指标 那实战金KT指标呢 如果呢你要找 卖出的讯号的话 他叫什么 KT越高 股价如果不突破前高 就是一个卖出的讯号 来卖出的讯号代表说 股价会怎样 持续的往下跌吧 那为什么我要讲卖出的讯号 因为新台币走势是走反的啦 往下叫做升值往上叫做贬值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台币 新台币呢 KT低嘛 那我们要改成KT高啊 因为往下才叫做升值啊 好 所以你看一下 KT是不是到相对高点了 新台币在哪 在这里 那前一波KT的高点在哪里 这里 那相对应的 新台币价格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月电月低 一波比一波越电越低 俗称KT高 来 KT已经很高了 当时的新台币 有没有比前波的高点更高 没有 下跌趋势成型 下跌趋势成型 就是会持续的往下 持续的往下 对新台币而言 它就叫做升值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就算是大涨 今天大红棒 他有没有突破前波的高点 没有 那今天只是代表什么 今天只是代表 有部分的外资啊 是因为担心总统大选 提前离开了台湾 但是有很多吗 没有啊 因为他并没有突破前波的高点 好 所以大部分的外资 还都在台湾 那再来 根据历史数据来分析一下 历史数据来 不要说我讲的 我讲的没评没据 觉得我自己盖的 直接用报纸最真实吗 报纸统计的 选后一个月 选后一个月上涨的几率就是100% 选后一个月上涨几率100%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 我们现在布局的当然就是选后啊 那所以现在台股的不涨 你应该要开心 如果台股今天涨起来了 不用这个拉炮了 你应该要伤心 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买股票的话 你真的要难过 因为你可能来不及买股票了 好所以这几天你看一下 我们早上的撰报 也一直跟大家分享 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休息过后 会什么 终将再创新高 我连周报也跟大家分享 说什么 资金就是准备要宽松了 总统大选前买盘的观望气氛会非常浓厚 全部我赚报鞋喔 1月7号今天几号了 1月9号了 1月7号就帮大家分析了 我不是每天在跟大家讲说 每天都是涨啊 每天都是大多头 每天都是大行情 赶快跟上我的下一步 你这样听分析你不用听了啦 你自己告诉自己啦 现在是多头就好了啦 对吧 因为大部分老师就是 多头老师就是每天跟你讲多多多多多 今天多明天也多 跌下来多 长起来就跟你讲说 你看昨天的下跌 我就跟你讲是多了吧 那在隔天再下跌呢 继续跟你讲多 这样有意义吗 只有我跟你分享什么 我说台股这星期不太会涨 我应该叫做不会喷啦 正确来讲是这样的 震荡是给大家提前布局的 所以 旁边上有什么比较值得大家留意 比较值得布局的 我随时都会分享在我的LINE上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还没加我们的LINE 我们的刚刚的撰报 也在我们的LINE上面 有直接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我的LINE 加我的LINE下面有很多功能键 这边功能键下面有没有 最新的撰报你给它按下去 最新的撰报给它按下去 你看这都早上我画的 昨天回答大长 只有我早上在画头给大家看 回答大长 对吧大长 好所以我早上这么认真 帮大家准备那么多资料 如果你想看 记得一定要锁定我的LINE 直接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LINE 或者是用 关键字的方式搜寻情细档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好在啊 讲到航运 航运其实两三个礼拜之前 我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比较看好是航运长荣 那大家会发现 今天的航运类股 幾乎都往下跌了 我1月5号上个星期五 我这边写了一个S S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卖出 所以既然长荣 我都建议要卖出了其他的航运类股 我当然也觉得 应该是要卖出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阳明好了 阳明是不是跌 来 阳明 阳明今天还一度跌停板 前几天 上个礼拜 有多少人 抢着要当 航海王 我就跟大家讲 不用追了 尤其是这么多利多 他都没有办法持续的喷出 你去追这个赚不到的钱 再来万海 万海也一样啊 有没有持续的往下跌 有没有 前几天去追高追涨停的 到现在是不是全部都被套牢了 再来 你说散装航运 台航嘛 我们看一下台航 台航是不是持续往下跌 甚至连涨都没有涨过 那中航呢 也是一样啊 没有涨过持续的往下跌 好所以 是不是如同我跟大家分享的 长荣 阳明 万海 航运类股 建议大家都要逢高 不管你是获利 还是什么 停损 因为过去有很多人 考在相对的最高点 那总之呢 前一阵子是最好的出场时机 目前是不是又命中了 那再来呢 长荣行的部分 我也建议大家啊 因为长荣不太好 长荣行应该又比较难涨 所以今天的长荣行表现也不太好 所以我很多时候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 断舍离断舍离 该断就要断 不要舍不得 有些股票啊 它涨不动的时候 你就不要硬跟它拼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AIPC概念股 我们讲很久了 我们是在11月底 11月30号那个星期 送给大家整理出来的资料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大家看到 我12月29号 也给大家画了一个S S 为什么 该卖了 该卖了 涨了53% 我们是从11月底 是在这个位置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很低的买 很轻松的买 怎么买 到后来都是怎么赚 大赚53% 大赚53%之后 12月29号 我就领先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该卖了 结果呢 真的持续的往下跌不停 那为什么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镇定它 暂时涨不上去 很简单啊 也是KD指标啊 来 KD指标你看一下 实战金KD指标 卖出讯号 我写很久了 什么叫做动画 当KD指标进入超买区 也就是70左右 三五天之内 没有再创新高 三五天之内 没有再创新高 就是卖出的讯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红基 红基来 这边KD指标 是不是到最高点了 有没有 123 有没有创新高 没创新高 123 没有创新高 又大涨了53% 这种大牛股 大涨53% 当然是出涨的讯号 所以 我就建议大家要出涨 所以你看就一直往下跌不停 那既然这些AIPC的领头羊 涨最多的 红基 都开始修正了 那你更别提什么华硕啊 微星啊 对不对 这些过去涨很多的 当然也会跟着向下跌 这都是提醒给大家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节目 给大家最重要的资讯 好 再来 我这几天也跟大家讲 文业要小心 微信我说 小心是不是今天又再创新低 资源 大家留意一下 资源 37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 如果375 这5天吧 如果星期五 星期五都守不住 那我认为啊 后续继续向上涨的 几率啊 会非常低 而且这边我比较担心 他这边会形成什么 一个 假突破 那这就牵涉到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的什么 高胜率金KD指标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你初阶应用 就是找背离找顿画 你要中阶应用的话 就是要搭配葛兰比巴法 找买卖点 来 那我这边资源呢 葛兰比巴法 大家有没有听过 假突破 那这就是搭配应用啦 葛兰比巴法的假突破 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观察一下 这几天到底有没有形成假突破 如果明天后天真的跌破375 这就是假突破 假突破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点 另外 系统的部分也一样哦 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 假突破 又类似系统 来 一样 我叫大家KDD 那反过来卖出的讯号是什么 KD高啊 来 再来我们这边一样看卖出的讯号 背离 KD越高股价不突破前高 KD越高股价不突破前高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KD往上涨起来了 但是股价突破前高之后 马上跌回来 再你再看一下 我刚刚不是讲的 中阶应用你要用什么 葛兰比巴法去做搭配 葛兰比巴法里头有一折叫做假突破 来我们看到 这边就是我刚刚比较担心资源的 上去之后马上下来 这边就形成了一个 假突破 那假突破之后呢你看 假突破之后 他果然后续就持续的震荡挑战区间低点之后 跌破区间低点 对吧 这就是我讲的 你看KD指标就够大家用了 何必去学那些很多有的没的啊 什么MACD啊或者是RSI啊 其实啊 学的多不如学的金 你好好用对一个指标 用灰一个指标 比你学100种指标更有用 好 那再来 我知道昨天前天有人留言 老师你在讲的军工呢 军工是不是也在往下跌 好 汉翔我没有买 那汉翔就是军工的代表 通常汉翔如果不太会涨 我想啊 军工股啊 也不太会涨 那我们就以汉翔来做代表 你看看汉翔 他的位阶相对的低点 今天跌起来其实说真的 今天几乎八成的股票都在跌 你说汉翔就没救了吗 说不定 这几天就跟着向上涨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 选举越来越近了 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 就收到一则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诶 国家级的警报诶 国家级的警报诶 中国怎样在3.04发射卫星 越过南部的上空啊 请民众要小心啊 还有 刚刚我又看到新闻 说是我们有几个气球从台湾的空中绕过去 你说 地缘政治的问题之下 军工肋股会不会有机会 我觉得 还是蛮有机会的 不要受什么 技术面 所迷惑 我说过投资股票 不能只看技术面 来 我说投资股票要看什么 总体面 基本面 产业面 你全部都要看 不能只看 独片这边的技术面 不然啊 你会啊 降低你的胜率 甚至你没有办法赚钱 就是因为这样 坦白说 在投资领域里头 差一点点 就差很多 那我想讲到这边 一直跟大家讲 要卖要卖的股票 那到底还有哪些股票 需要留意要小心的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 旁边这个LINE 官方LINE 直接啊 在我们官方LINE上面询问 你有哪档股票 你觉得比较担心的 你可以问一下 好不好 我就当作免费一诊 一诊一下 就帮大家看一下 你这档股票 根据我的KDD 他也没有问题 有问题我就跟你讲 没问题就 先带此续报吧 好 那讲到这边 大家都没信心了 不要那么没信心 台股 还是多头 来下一个 下一个 笑 老师笑不出口 笑不出口 好我们来看一下 开心一点好不好 开心一点大家看到 好 回答 回答都能大涨6.4% 再创历史新高 你说台股就不会涨 AI股就不会涨吗 好 再来 你说台股很弱 那你再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KDD 已经到了相对的低点 准备要出现黄金交叉 你看一下 现在股价的最低点在这 前一波股价最低点在这 再前一波股价最低点在这 你每一波低点连起来 你会发现趋势还是向上 那台积电随时有机会向上突破 挑战600块的关卡 那既然台积电会向上挑战600块的关卡 那台股会走空吗 绝对不会 再加上我刚跟大家讲过 选后上涨的几率就是100% 选后一个月上涨几率就是100% 所以免惊 这时候该断的断 然后呢 要布局全新的股票 你不要布局旧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系统 系统就是过去大涨过的股票 很多人啊 这根涨停板在跟你分享 你看把我的系统涨停 结果现在 总是开不了口 让他知道 现在都开不了口了 对吧 那证明一件事情 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去年的股票 去年大涨的股票 你都要forget 忘记它 忘记它 所以像今天 有很多像亚力啊 还有中芯店啊 在SOHO 我都完全没兴趣 因为它就是过去的股票 我们要布局 锁定的是未来今年的股票 好 所以有一部分啊 我像四星的部分 我获利了解嘛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但是我昨天跟大家讲 如果它能突破3500块的整数关卡 我认为短线还有机会继续向上涨 但是我今天也没有追 我认为 短线涨多也不用去追啦 这礼拜应该还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买 不要今天追了明天又跌下来 现在不宜追高 那你看一下我们过去买的点位 其实都相对低的 好不好 那在N3要的部分 我前天获利了解之后 哇 再涨了一点点 再涨一点点 然后呢就有些人开始 老师你都没有出在最高点 本来就没有人出在最高点 那今天下跌 今天下跌该怎么说 那不就是跌了 我们还是出了 我们至少获利了解 不要等到明天 后天又再往下跌 本来该赚的变没赚 那不是更惨吗 你看一下我们 我们都是900多块进场 900多块 一直一直不断的买进 创造了出新的百万赢家 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什么 四星N31 还有违影 其实都创造了很多的百万赢家 这都是事实都可以证明的 好 所以百万赢家的计划是真实可惜的 而且去年 去年 台股平均每位股民 他就是赚百万 所以你没有赚百万 其实就没有达标 好 所以今年许自己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赚百万 不要觉得不可能 只要你现在开始逢低布局 买好股 一个月过后 绝对会有成果 因为根据历史数据都是这样写的 不是我最大唬烂的 选后一个月 台股上涨的几率是100% 再加上你选对股票 逢低布局 获利百万 他根本就是可能的 而且是轻松容易的 你看我们保瑞 今天也是维持在相对高点 还有我说过 你看的保瑞 搭配生技类股 你还可以看哪一档 美食啊 美食我们进场之后 到现在都收红持续的赚钱 再来 我说外资投信12月的核心持股 其中我们布局的这一档 核心持股 到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档了 稳定不断的再向上创新高 今天还在创新高 到底是哪一档 我提示很明显 大家去对一下这个图形 然后再跟我去加LINE 要一下这个法人178 你对一下四档 不用了 这还有一档加四档 你直接扣掉三档股票 长得跟这一档一模一样的 你都猜到是哪一档了 这几天 说不定还是布局的机会了 所以你还不知道的 真的要加我们的LINE 简简单单透过旁边的QR Code 或我们的关键字 小鼠GD1788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来询问一下 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这一档 法人的核心持股 到底是哪一档 当我们准备那么多资料 难道不能帮我们支持一下吗 我们YouTube的订阅数啊 我就希望我今年农历年前 就是要突破2万 大家一定要帮我支持一下 记得要订阅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LINE 还有什么好处 大家会发现啊 我分享的资讯真的是太神了 你要再次见证我们的奇迹 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 我跟大家分享的什么 2023年三大主流AI跟能源 你会发现啊 今天台股上涨只有多少家 358家 我们的持股竟然胜率高达9成以上 其中还有AI这一档 AI这边的什么胜率是高达100% 一档档看 一档档看 台积电四星跟广达 台积电啊 台积电今天涨之跌 台积电 涨啊不好意思了 今天台积电涨 四星呢 四星哇 大涨3.9% 再来广达 广达你觉得他很弱 好黑 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 今天还是上涨了0.93% 再来 再来是哪一档 巨有 巨有 巨有来我们看一下 巨有 巨有今天上涨下跌 哇 今天这一度工涨停 最后大涨了6.47% 有没有突破了所有的压力线 够漂亮吧 再来AI还有哪一档 瑞洋 瑞洋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 瑞洋 瑞洋今天涨怎么样 今天 老师开高走低收黑啦 收黑今天也是上涨 上涨了1.85% 胜率是100% 你又再次验证我们的奇迹 再来还有什么 能源类股的部分 能源类股我们也来一档一档看 能源类股有哪些 中美金 华晨 来中美金 中美金今天是涨还是跌 中美金 中美金今天是涨还是跌 也是上涨 再来华晨今天是涨还是跌 华晨今天也是涨 而且是大涨5.3% 够强吧 还快要突破前高了 是不是都是我在 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 再来宏德能源 宏德能源 好 就算它跌 它跌很多嘛 0.3%算跌吗 再来云豹能源 云豹能源 哇今天有跌 但是也跌不多 对吧 但整体来看 从我们分享开始到现在 都是赚的 再来看四季缸 来四季缸的部分 今天也是上涨 今天是上涨了1.6%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2023年三大主流核心持股 AI跟能源相关股票 只有宏德能源表现的稍微震荡一点而已 有什么跌吗 跌0.3% 其他全面都是上涨的 胜率超级高 超过9成 你是不是再次验证我们的奇迹 所以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LINE这么重要 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最强势的标的 还没加入的 要赶快加入 当然啦 投资股票啊 一定要什么 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埋在低点才能赢在高点 那低点怎么找 简简单单啊 KDD啊 好不好 看一下 KDD 什么 实战金指标 金KD指标 初阶我教你的KD都够好用了 你不用学到中阶跟高阶 当然学到中阶跟高阶 你的胜率是更高啦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找贝离找顿化不就是KDD吗 贝离KDD股价没有跌破 前低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所以我们看到金利科 金利科你看我这边画多少次了 KD这边很低 KD这边有没有很低 股价当时的股价在这边 当时的股价在这边 有没有比前波的低点更低 没有 这不就是WD吗 那WD不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所以你看我这边BBBBB 一直B就是买嘛 不是B勒喔 是B就是买进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买进去 一路向上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 再来 你买股票 除了 你要会买 你要赚钱的话 你会买还要抱得住 你看 持续的创新高我们一张不卖 再创新高我们一张不卖 收黑 多少人跟我讲说 老师 够了啦 我赚够了 我不要再来了 什么 万一等一下跌下去怎么办 我这样就好了 我说不行 坚持下去 然后坚持下去 你看 今天又大涨 今天又大涨7% 你没有我的一句话 你坚持不住 你坚持不住 有办法赚到这一大波段 这一个大波段 你看 从这里 赚到这里一个大波段 差不多就是25% 短短几天 一个交易日 两个交易日 三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 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 八个交易日赚25% 100万多 25万出来 200万多 50万出来 有没有真实较劲 12月28号 276 276是不是在这里 250 276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进场之后 马上就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 对不对 投资股票你说怎么赚 不就是这样子赚吗 逢低进场 买好股 一档一档给他赚下去 而且金利科 我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 我上次赚他是几% 11月2号 120块进场 120块进场 隔天 他就涨停 然后就一致 不断 再创新卡 你看 投资股票要怎么赚钱 就是这样赚 涨55% 涨65% 涨85% 我都没卖 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不卖 竟然可以最高大涨到哪里 大家都看过好多次 最高大涨到131% 然后最后 我们开始卖的时候 是涨123% 那我刚刚讲过 你要大赚钱 除了要会买 还要抱得住 所以你看涨停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务必报劳 涨停两根的时候呢 我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要不要 继续报劳持股 涨幅高达110%的时候 我说我一张不卖 恭喜我的会员 一档股票搬倍赚 一档股票就搬倍赚 如果我这样写 真的是假的 那会员早就多少都来抗议了 然后我就开始获利了结 一路获利了结 全数的获利了结 所以投资股票 你就要从底部出发 从形态打底完成的股票进场 又比如说我们这档红红 对不对 你看这边底部一直进场 KT指标都没有在 就是KT指标在往下跌 然后股价都没有持续的往下破底 这就是底部有手的好股票 然后昨天呢 收红准备要再创新高 今天高涨稍微震荡一下 我认为这几天说不定还是进场的机会 今天布局 明天布局 后天布局 等 然后下一星期 大赚百万 为什么能那么有把握 因为我不只是看它技术形态 我还看它的基本面 营收持续向上 美股赢于持续上涨 这张股票就是有机会让大家赚百万 全新的一年 全新的布局 过去的热门标股 现在筹码都非常的乱 现在你一定要买新的 而且你要逢低进场 逢高出场 投资获利才会好安心 欢迎大家在选前赶快跟我们一起逢低布局 选后一个月 让我们一起大赚百万 想要跟上我们的新百万人家计划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旁边的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买点 欧市标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二十年的投资经验 翻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 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偶尔证券投顾 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